哈嘍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部门经验 讲述住理财的契机 我是琳达 好 观众朋友们 很多人都说呢 用一条均线来抓住买卖点 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很多人也因为一条均线 操作而失礼 那么呢 现在有一个 这个方法 叫布林通道的方法 那它呢 可以呢 用这个月均价限呢 来构成 然后呢 来抓住绝对的买卖点 所以呢 怎么样利用布林通道 来抓住绝对的买卖点呢 好 今天首先来欢迎吴岳展老师 老师好 林大好 大家好 好 老师我想要请问你 这个布林通道操作的胜率 会不会远高于 用一条均线来抓住买卖点呢 当然 因为我们均线有时候 会发觉会等太久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卖到更好的位置 我觉得利用布林通道 会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是 好 那布林通道一招抓住 绝对买卖点 怎么看呢 我们请老师带我们来了解 好 老师我首先请问你了 到底什么是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 那它中间是结合我们讲叫均线 跟统计学的标准差的概念 是 我们均线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 对 所以我们是看这个图上 OK 中间这一条其实就是越均线 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个越均线的概念 OK 然后它在这个状况要加了什么 加了统计学里面的标准差的概念 其实标准差就是波动的意思嘛 对不对 那它加入两倍标准差 就会形成一个上下 一个区间的通道 是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理论上 理论值 就是说整个行情就会发生在这整个通道中间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是 好 老师这是布林通道 老师那这个图呢 就是布林通道的图吗 这个是统计学的图 当然我们讲快一点 不要讲太深 原则上我们在同学上面 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状况 那就是代表 整个发生的几率 在这整个区间内 大概是95.4% 就是我们常讲的 95%的信赖区间的概念 所以整个波动会发生在这边 所以我们倒回到 我们正常看到K线图 那我们就会发觉 诶 这边就是加两倍标准差 这边就是减两倍标准差 对 那你看 这行情有没有 是不是就在整个 布林通道的区间之内 做一个震荡 真的 所以概念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股价发生在区间内的几率 就是95% 是 那靠近上远 那我们是不是就偏高 对 所以就站在卖方 靠近下远偏低 就站在买方 概念上其实就是这样 布林通道帮你刮出 就是这个 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区间 然后让你可以在这里面做操作 对对对 但是这个做法 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以前做期货也常会这样看 我就 是不是在低档买高档卖 低档买高档卖 我就这样一直来回做就好 我在发觉 真的有用 但是我们做久了之后 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趋势盘 趋势盘 对 因为真的我们喜欢做的股票是大行情 所以你说盘整的波动 当然是在整个理论架构下面 是可以这样操作没有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运用 我就比较喜欢做一个趋势的操作 那怎么样做趋势的操作 我们讲 布林通道中间就是均线 对 所以我们还是利用均线的理论 那均线代表就是趋势跟方向 所以我还是喜欢做有一个趋势性的股票 但是中间加了我们所谓标准差 标准差就是波动 对 这很简单 所以大家不要想到统计的那个话 统计的名词就觉得很遥远 口语就是波动 对 标准差就代表波动的意思 OK 那均线加上两倍标准差就是上远 均线减掉两倍标准差就是下远 就是一个相对位置 所以对于我们整个行情的走势 我们就会有一个概念 我们是不是说这中间大概会落在哪样的区间 现在趋势怎么走 现在波动大不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运用在我们实战操作上 好老师那我们先看均线理论 诶老师均线理论跟波林通道其实是重叠的吗 对 我们讲那个波林通道中间值嘛 就是月均线 是 所以我们还是用利用均线理论的买进方法 就是葛兰币八大法则 OK 那在均线理论的买进我们有几种买点 叫做突破买 或拉回买 或者是假跌破买 那在这种状况我们去进场 那我们再利用波林通道告诉我们说 诶行情到底启动了没啊 嗯哼 行情启动是不是就波动整个加档 是 那行情整个结束是不是就波动收敛 收敛 所以利用这整个的架构 我们就可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可以从图上看清楚说 诶现在行情到底走到一个什么样的位阶 好老师那我们直接用这些理论来做进场 好老师第一档是东哥游艇怎么看呢 来东哥游艇哦 我举个例子就是过去我们有操作过的 所以这个状况就让大家再来复习一下 嗯哼 第一个均线理论哦 这个月线 我们在均线理论上面 我们一定是月线有一个趋势 嗯 均线发生一个趋势 向上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破买 对 所以你在这边是不是向下 是 所以这边就算有站上我们是不会买的 OK先说明 所以这边突破了 这是一个突破买的买点 嗯哼 OK突破完拉回没有跌破 这叫拉回买的买点 是 OK这就是均线理论的进场 嗯哼 那如果我们利用均线理论来出场 是不是就是怎么样 嗯 跌破均线卖掉 对 我们是卖在这边 哦 就卖270多 嗯 所以你说这一段有没有行情 其实有啊 有啊 哦 所以你这样也是赚钱 哎 但是你看到了340 嗯 结果你卖在270 有点恶婉 哦 就对 心情就不好 想说哇少赚那么多 是 哦 不过当然啊 我们也不会说哦 我们要卖在340啊 嗯哼 这种就是神或神棍做的事嘛 嗯哼 但是OK 我们现在加入 那个布林通道的指标 嗯哼 OK 我们是不是整个上下轨出现 是 哦 上下轨到线出现 嗯 在这种状况 首先哦 你在这边 这整个通道是不是一个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状况 对 所以这里行情还没有一个大幅发动 嗯哼 但是我们从这里是不是很明显 嗯 整个行情整个开口是不是扩大 是 这种时候代表 是不是整个波动 就是标准差变大了 对 就波动变大 哎 波动变大之后 是不是行情就开始启动 嗯哼 所以波动加大代表什么 行情发动的状况 是 OK 所以你看这边进啊 这边进 嗯 OK 然后等到整个波动 拉大之后 是不是行情就拉出去 对 但是在这种状况 我们什么时候看行情收敛 嗯 我们就往下一张 好 当整个波动降低 是不是就行情进入到尾声 是 进入到末端 好 那这一个 这条线的位置 就这一根的位置 嗯 就是整个波动率 整个波动 我们就拿上轨减下轨 嗯哼 最大的位置就在这一天 是 接下来就开始收敛了 好 开始变小 嗯哼 那在变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就可以出厂 对 你在这边出厂 是不是出在三百块以上 三百左右 对 在三百块以上出掉的时候 你这样回落 你是不是觉得 哇 你多赚三十几块 对 对啊 你只是多赚 从高点算下 可以多赚一个十%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 其实不错 因为这种 我们就可以避免 整个偶尔要等待 是 不过当然 整个均线理论你说 整个大行情 是不是报道结束 也是一个做法 对 所以我在 也破均线嘛 对 在这个状况 我会觉得加入整个 的布林通道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 更快速一点的买点 真的 可以节省时间嘛 没错 好老师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最近很夯的 汽车领主舰跟顶呢 对 这个我们也是 有操作的过了嘛 所以你看在这边啊 这是一个均线 开始向上的一个位阶 是 你看这里是什么 拉回买 拉回没有破嘛 拉回的买点 对 然后再来就叫 假跌破的买点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是一个买进点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再看整个要出厂的话 嗯 是不是等到 跌破均线 我们是不是卖在这边 对 大概19左右 对 所以也是ok啊 所以你说均线理论好不好用 其实也是很好用啊 嗯哼 但是 哎呦 我们加入布林通道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卖点 是 ok 来我们再整个搭配来看哦 同样进场之后 我们是不是这边发觉怎么样 嗯 开始要发动了 对 波动加大 整个开口扩散了嘛 是 哦 那整个 波动加大 行情发动之后 哎 拉拉拉拉上去 嗯哼 ok 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输解 其实还没有嘛 还没有 来我们看下一张 是 所以它整个哦 整个 它的开口 到哪里是顶点 到这一天 嗯哼 所以你看 在这边 它持续开口都还持续向上 嗯 行情有没有结束 好像快要结束了 我们在这边看 好像要结束嘛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从 布林通道的数字来计算的话 嗯哼 其实这一段都是 持续在扩大 哦 波动力是持续在 往上的哦 嗯哼 所以这边都没有结束啊 是 没有告诉我们有结束的讯号 是 但到了这边 嗯 哦 整个开始收敛 嗯 所以我们是发觉这边开始 整个行情 开始做一个 末段 对 行情来到末段 那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就可以卖出 嗯哼 如果我们这边卖的话 我们相比一下 我们均线理论 对 我们均线是会卖在这边 对 诶 那我们在这边看起来 诶 波动开始缩小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出场 嗯哼 其实我们 虽然卖的点是差不多啦 对 不像刚刚是 诶 好像卖的高一点 对 对 那这边差不多的状况 但是我们省了多久 诶 这样过来可能省了半个月 半个月 半个多月的时间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 我们利用波动 哦 来去 找寻一个 整个行情 是不是开始在收敛 开始进入到行情末端 嗯哼 我觉得用布林通道 也是一个非常科学 哦 我们是建立在统计 基础 哦 统计学基础上面的一个操作方法 是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们自己在运用啊 我自己也会觉得 诶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真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策略 嗯哼 对 譬如说我们一样 均线买进之后 我们 最终 我们可以在 跌破均线的时候卖出 对 之前就卖出了 对 但是我们再加上 布林通道之后 发掘收敛的时候 我们也许这边可以出二分之一 嗯哼 对不对 那等到整个行情又结束了 嗯 我们是这边再出二分之一 是 所以再搭配一些我们操作上的策略 嗯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吃到更多 更多的肉 是 或者是节省更多的时间 节省更多的成本 嗯 我觉得这就是布林通道 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操作上面的一些 帮助 诶 真的诶 可以节省时间成本 另外的钱又可以拿来做其他的股票 对对对 是 好 非常谢谢老师精彩的解析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老师呢 跟我们聊的主题 是讲这个布林通道 那老师其实呢 刚刚有做这个举例 像东哥游艇或耿点 都可以用均线理论的这个 的这个 原则来进场 但是呢 可以用布林通道 来找这个出场点 所以呢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 记得扫下 我们吴越展老师的Lite 老师Lite 是小老鼠 WU5868 那么最后呢 喜欢我节目内容的朋友 欢迎在脸书上 按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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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